像15.3 15.3是繼續講那個 double interval 只是它是 它的那個 底 就是地板 已經是比較general的圖形 不再是矩形 直接到第八題 第八題 它去使用某個區間的 雙重積分 那它是針對函數 4y 除以 x 三次方 加2 那這個區間 第一次 所有 xy 然後 1 x 2 y 2 x 雖然這個是一個 比較 對這一節來講比較簡單的題目 不過還是一步一步做 遇到這種問題 要先把雖形畫出來 x x 是從1到2 所以它是在 x等於1跟x等於2 這個是 x 在這兩條線之間 然後y是從y等於0 y等於0是x軸 到y等於2x 所以你先 這時候就去秒點 所以從這個區間可以看出來 它是對於這一個 就是它的底 就是這一個區間 那把圖畫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決定 你的 積分的順序 是要 先對x做積分 還是先對y 那這一題可以直接選擇 先對y來做積分 好 好 先對y做積分 那 固定x 它的 它的積分方向是從 這個地方 積到這個 這個方向 所以y從0的地方 一直積到y等於 這個高度 那這個高度會是什麼 把它 這個直線寫成 y 寫成 x的函數 它是y等於 2x 所以它的 積分的範圍就是 y從 一開始寫的時候 一開始寫的時候 可以慢慢寫 比較不會寫錯 y等於0 一直寄到 y等於2x 然後這個是針對 y做積分 最後x從1 一直加到2 然後 然後比較熟的人 就可以把這個 y等於 給 插掉 就是 後來 比較習慣的寫法 應該是比較 簡潔的寫法 y從0 可以寫到 y等於2x 那接下來 就只剩計算了 那這個會是 三分之八 乘上 Natural log 10 減掉 Natural log 1 2 2 1 2